那这个说明会我们主要会介绍一下英国的升学体制 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硕士生的方式 那因为我们公司这个剑桥教育集团 是英国第一间在做国际生 就是foundation的program 所以我们这边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那也会为国际生有一个很好的升学榜单跟安排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的剑桥教育集团主要的location 其实有在非常多个国家 英国的话有七个center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在伦敦地区 合作的这个学校是以伦大为主 那再往下面一点 我们还有伦敦南岸学院 甚至是在东岸的部分有桑德兰还有Hull 这些学校呢其实它都各有特色 好比说Hull的话它是以一个engineering 然后甚至是supply chain物流这些为主的一个强项的学校 那它是英国食物老的学校 就是英国喜欢那种古老概念 有历史悠久的这种学校 那东岸一点的话 西岸一点的话 我们当然还有像是中央南卡夏大学 那甚至是考文锤 以及最新合作的这个学校叫阿斯顿 再往伦敦西岸一点的话 这边还有雷丁大学 这些是我们在英国有合作 然后甚至是在那边有设升学课程的地方 那除此以外 我们很多学生 其实大家会看到是罗素集团 罗素集团的学校 我们要如何升学呢 这个不是说我们没有合作 学生就没有办法过去 我们待会就会讲到要怎么样的进行 那在英国以外的国家 我们在欧洲还会有在阿姆斯特丹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甚至是有在瑞典 隆德大学这些合作体系 那这些我们通常都有大学 跟硕士的升学管道 那现在要讲一下是 我们的课程是怎么个运作方式 我们的课程通常是国际学生才会需要 国际生通常会是有英文 甚至是有这个上课方式 写工课方式的一个学习 进阶方式的准备 甚至是有一些课程上面 我们可能未来要衔接 好比说工程系的课程 那我们在预备预科阶段的时候 会需要一些更高阶的数学 更高阶的工程概念 甚至写报告找资料的一些辅导 这些我们通常会为国际学生准备好 然后国际学生甚至有个人的助教 辅导老师 然后有辅导课程 然后协助学生可以在一年九个月的时间 完成这些课系之后 升学到他后面想要去的 我们是所谓degree program 那就是他想要去的学校 但是我们在伦敦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安排方法 你可以看到这个课程里面 它有我们看到这几个logo 这几个logo其实都是伦大体系的 所谓伦大就是伦敦大学 它有18个学院 这18个学院的学校 都分落在不同的地方阶段 如果是以美国来说 好比说南UC系统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学 它会有不同的分校 那不同分校也有它自己的个人特色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那伦敦大学其实也是用这种概念 好比说Burbet 伯贝克这间学校的话 是我们上课 借用来上课的地点 它第一天 学生就会在伦敦大学的伯贝克学院里头 进行这个预备课程 所有的图书馆 学校的电脑设施 甚至是活动 学生通通都可以参加 那除此之外 我们合作的几个院区 还有像是皇后玛丽学院 还有 Royal Holloway Holloway学院 金匠学院 Goldsmith 然后甚至是以一个兽医专门的课程的学校 叫做Royal Veterinary College 我们简称RVC 然后甚至是到博物馆 这个专精课程的 叫做Koro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在这边我们的上课呢 除了这间学校之外 我们其他你叫得出来的学校 我们通通都可以申请 除了一间 除了一间学校没有办法 就是UCL 就是伦敦大学本校区 这个它这学校比较特别 它会有自己的体系 升学之身 除此之外 全英国的所有学校 我们都可以申请 当然如果你是硕士 想要去UCL 念我们的预备课程 硕士预备课程也是可以的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好比说我们的榜单上 常会出现 非伦大体系的学校的话 会有杜伦 或是华为 爱丁堡 里滋 还有Exit Sussex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学生常常 还有Sheffield 都是我们常常 耳熟能详 那大家也梦寐以求 想要进去的学校 在这边念完预备课程以后 同样可以做申请 而不是说你会被拒之门外 那伦大体系 我们还有哪一些学校 是可以升学的呢 还有伦敦政经大学 还有像是伦敦City 城市学院 或者是 叫Kings College 这个是叫什么 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像这样 这类我们耳熟能详的 KCL Imperial LAC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 学生升学的榜单上面 常常出现的学校 所以以这样来说 在伦敦大学 我们是怎么样升学的方式呢 这样子 第一年你会念 我们刚刚讲 三个学期 九个月的课程 这里面会帮你们准备 预备课程 然后你可以升学的内容 管道里面 像是有设计课程 设计学院的degree 或者是商科的degree 或者是工程 或者是一些像是人文科学 乃至到 这种生命科学类的 像是Chemistry 这样的课程 其实你通通都可以 在Foundation期间准备好 然后未来升学 硕士的话 会稍微少一点点 可能会有商科 工科 跟所谓的心理学 这类的课程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好处 除此之外 为什么要上先修班呢 因为先修班 是一个文化的转换 也是一个适应 很好的一个 充裕的适应时间 我当然知道 很多的孩子会认为 在台湾 他已经是念 可能是 雅思或托福 已经考到非常高分 他有 假设有6.0的雅思 对 我们相信你6.0的雅思 可以升任 单字的认识 可是在一个转换文化 交朋友 甚至是要怎么样 准备一份报告 怎么样跟教授沟通 然后怎么样 跟当地的学生互动 要参加什么样的社团 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我才能够让我这个学年度 非常的开心的度过 这其实都是需要一个辅导 跟转换 那先修班 预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我们这里面 另外提供的是上课的地点 每一间学校上课的地点 都会在你未来想要升学的大学里头 除了我们没有合作的学校 我刚刚讲没有合作的学校 就是可能伦大体系以外的学校 像华为这些地方 你上课的地点 会先在伦大体系的学院里面 然后未来升学的时候 念大学或念硕士的时候 才会去那些地方 但是你会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头的 一些设施去感受 英国学校它里面 会是什么样的氛围 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是住宿 住宿通常 国际生出门的时候 可能会为了住宿 要跟房东联络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像这种先修班的课程 其实我们都有搭配好的住宿单位 可以让学生在第一年的时候 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安全的氛围去完成这个program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在伦敦体系的 伦敦体系的这个学院 我们上课的地点 叫做On Campus London 这个上课地点 在博贝克学院里头 里面是有大学先修和硕士先修 是两种不同的等级的课程 高中生生大学叫做大学先修 或者是预科 那大学生生硕士 他是念硕士先修 这是两种课程 那两种课程里面 大学生的话 我们会念这个预科的期间 会帮他开始预备准备 申请英国的大学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平台 是透过英国学生 本土学生 自己 有点像我们的以前的联考 联考完以后会做一个大学连招 那英国也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它叫做U-CAS U-CAS我们可以申请到五间学校 但如果你的科系里面比较特殊 像是医学 或者是比较高阶的 像兽医这种 它就只能申请四间 不过我们的学校会帮您做安排跟辅导 在这个申请的过程 我们可能要提供的是有自传 还有课表 就是你的成绩单 然后还有一些课程的学校的选择 这些辅导呢 通通都会含在所谓的预科里面 在On-Campus London里面的预科 那申请的时间点也会依照你想要申请的难易程度 科系的难易程度而取决 它有分十月中 一月中 或者是一月以后 它到六月十五号之前 通通都可以申请的学校 这是有不同的科系选择 硕士生的话 我们一样会辅导 硕士生他也是同样要提出个人的自传 个人的简历 然后甚至是成绩啊 或者是推荐函 这些准备包装跟安排 通通都会在说是与先修班里头完成 所以这个是一个先修班的好处 那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学校的设施 还有课程的方法 这个榜单呢 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到了 历年来 我们历年来有点远 那我们直接讲2019年入学的学生 在2020年升学的一些 所谓的入学许可证的数字 我们在2020年拿到KCL Kings College这样子的offer 有57个 Queen Mary这个学校的话 我们拿到120个offer 我们整个center 通常在没有疫情之前的话 伦敦是有900多名的学生 那拿到120个Queen Mary的offer 其实是比较稀松品尝的 因为它是我们合作的单位之一 那KCL它是算一个比较高排名 然后学生想要去的医院 也比较高的学校 那我们一样可以拿到57个offer 那其他像是商科 非常有名的学校的话 像Bermingham 或者是Edinburgh 爱丁堡大学这边 然后Bermingham 甚至是Royal Holloway 这些其实我们也都是 常常可以在榜单上面看到的 所以这个都是 让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一直提到说 什么叫合作的单位 什么叫没有合作的单位 所谓有合作的单位 这个伦敦大学 它因为有18间学院 但我们不是每一间 通通都是有植入合作的学校 所谓像是Kings College 或者是伦敦City 这几间 或者是UCL 这些我们是没有 直接的合作 但是它是可以透过 我们的先修班的课程 然后做升学 有合作的学校的话 就会像是左上角 这间伯贝克学校 学院 还有Royal Holloway 这些它都各自有特色 我们列举一些 比如说Golf Smith 金匠学院 它就是以设计为主的一个学校 它另外还有一些特色 比如说学生是想要学 奢侈品管理 Luxury Management 或Brand Management 这样子的一个科系的话 它可以在我们的学院里面 拿先修课程 然后申请进入 甚至是有像是 Psychology心理学 在金匠学院也都相当强 皇后玛丽学院 这一间学校的话 中间这个 它的特色强项 像是商科 法律 甚至是工程 Engineering相关的 也都是强项 当然它自己本身是有一些 比较高阶难度的学院 像是医学院 这些入学的门槛 本身就比较高 我们通常不会列入 在平常一般学生 想要进去的一些option 下面这一间 Royal Veterinary College 它是全球第一名的 受医学院 受医系 因为它这间学校 它就是以 受医相关的课程为主 比如说你想要念受医系 或者是受医护理 就是动物护理 Vet Nursing 然后甚至是念 Animal Biology Bio Veterinary Science 这样子的课程的话 在这间学院 其实它都是 有相当好的 合作伙伴跟设施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像Royal Holloway 它不是在 伦敦郑市区的地方 但是它有非常好的 就业体系辅导 还有它在 治安这个课程上面 Cyber Security 基本上是英国 第一名的课程 那同理 学生如果想要念 IT Computer Science 在这个学校的话 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资源 那当然大家想要去读书 我们台湾出去的学生 通常会选择 比较在 就是所谓 密集一点的地方 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 越密集的地方 其实它就越有 这种 安全性的问题 不过 伦敦它就是伦敦 伦敦它就是一个 大家想要去读书的 一个主要的城市 伦敦里面 不管是博物馆 或者是各类的历史 文化景点 甚至是观光景点 还有各大学 通通都可以 在这边找得到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会想要到伦敦这个地方来读书 那我们博贝克 Burback College 这个上课的地点 就在大英博物馆的旁边 它就是很city很city的地方 所以学生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 就是你在读书的期间 你还是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可以进行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读先修班 它会给你什么样的辅助 我就再重述一次 最主要的是有personal tutor 你会有个人的辅导老师 你会有academic support 就是学业上的辅导 甚至是先修班预备的课程 然后重点是我们会帮助你申请 你想要申请的学校 这些学校其实 我们都是官方授权可以做申请的一个单位 所以它不是代办 它就是学校 我们就是学校 因为知道未来你要升学的学校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跟等级 所以会告诉你 你在这边 假设你入学的时候 高中成绩或是硕士成绩 大学成绩是70分 那你想要申请到比较高阶排名的学校 你可能需要在预课的时候 把成绩拉到75分到80分之间 你才比较有可能申请到你的梦想中的学校 那当然我们会有保底的 帮你有保底的选择 然后你梦想的学校 这样总共五间的option协助你 那这个center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课程 是伦敦大学的 我们叫做graduate diploma 这是台湾一个比较没有的学制 它叫做学士后文凭 学士后文凭是介于硕士和大学之间的一个课程 它通常跟大学 就是硕士要上的课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这段期间你可能没有完成论文 你只是完全只有上课的话 你就会拿到一个硕士后的文凭 拿到写完的论文以后 你就会拿到一个硕士的文凭 硕士的degree 所以这个差距是这样 那这个课程的话 我觉得它的特色是在于说 假设我们今天是念文科或者是工科的学生 我想要转换跑道去学管理或者是金融财经 我大学不是本科 我大学本身不是念这个科系的 我要转换的话会有点困难 那graduate diploma 这个学生后的文凭 它轮大的这个课程设计 你可以不用本科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 你就可以进来 那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相关条件 好比说雅思要6.0 可是你看得到它这个课程设计 它其实就是轮大 它自己会上的一些课程 你只是上课的地点 是在我们这边 同时间有我刚刚讲的那个三个辅导 英文课程 个人住教还有课业辅导 这些通通会在一个program 就是在我们的center里面会协助学生 最后如果你完成的话 你会首先会拿到一个学试后的文凭 这上面会有伦大的校徽 然后甚至是有LAC 就是伦敦政经学院 它会在那个上面说它授权 它设计的课程 所以你的结业证书 这个学试后文凭的结业证书上面 会有这些字样和logo 那在其实在海外的学生来说 他如果不想要念硕士 他只想要增进他的专业技能 其实他拿这个 其实是等同学试后的深造 他们其他国家是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学历 台湾没有而已 所以你拿到这个 你再去做 我们再帮你做申请 去其他的硕士学校 硕士的degree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升学的步道 那上面的这个课程呢 它比较特别 上面这个课程是给大学生的 就是高中生毕业要升大学 然后他心中你可能会把伦敦政经学院 放在自己心目中里面的目标设计的 这个课程呢 我们只收20个学生 他是伦大自己的大学预科 在念这个课程 入学的时候当然是门卡会比较高 因为毕竟他只收20个学生 他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高中本身要有最后一年 高三的时候要75分的平均 然后他需要有大概5.5分的雅思 然后他还需要自转面试 入学考这些 进到这里以后完成五个科目 最后以比较高分的成绩 进入到像是伦敦政经学院 或者是他其他时间申请的学校 意思是说他一样会有备案学校 而不是说这间伦敦政经进不去的话 他就没有学校可以读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色的部分 那照常理来说 如果我们在这边读书的话 稍等一下 抱歉 这边继续 我们刚刚讲到的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的学生 但是我们里面是有一些学生是高中没有毕业 他是不是可以去英国读先修预科这种课程 可以 英国的话 因为他的课程体制是这样 他是有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们叫Secondary School 他毕业的时间总共是 休学时间总共是13年 意思是说学生差不多在11 12 或者是在读A Level的期间 他就是准备一些大学预备的课程 他已经选定好方向 那假设我们要读大学的学生 我在10年级11年级完成之后 我其实就可以有去社会上工作 去寻找专业技能 又或者是他要往学术方面领域走的话 他就会选择所谓的A Level 继续深造 那我们台湾学生的学资比较不一样 我们就是高中三年 国中三年 然后小学六年 所以在我们台湾学生读完高中以后 他其实中间是少了一个所谓的 我未来大学要预修课程的这个阶段 有些人读国际学校 他可能读过IB 然后他有读像是AP这样的课程 那可能是可以做底修 他可以试着申请看看直入 直接入学的申请 不过这门槛会比较高 但是对一般我们大众 台湾的高中生来说 是没有所谓直接进入到英国大学 念大一的这个基本资格 所以会念先修 那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念到所谓高二结束之后 就直接进去预科 然后念一年之后接大一 所以也是差不多等于12年的高中教育 12年的这种大学之前的课程 然后大学在英国是三年 所以是12年 就是高中一样是三年 然后后面大学是三年 其实还没有时间没有特别多 但是有些家长或者是学生会认为说 我要有退路 所以我要在台湾完成高中 以免未来如果我没有办法念完 我回到高中 台湾来还是有办法可以继续读书 他就会选择台湾完成高三了以后 然后念先修班一年 所以是高中三年加先修班一年 再加大学三年 这样子 其实他也是会跟台湾同样的同学 同样的毕业时间 因为台湾的大学是四年制 那基于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们有些学生没有高中毕业 但是也完成高二 他就可以进来念大学先修课程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可是如果是所谓的premaster 也就是硕士先修的话 他就势必要大学毕业 他才有办法有这个资格 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入学的标准 入学的标准来说 假设我今天是高二 念完我要进先修班 我的基本高中成绩 可能要65到70左右的平均 那英文的成绩的话 通常是五分的雅思 五分雅思不够怎么办 五分雅思不够 我们可以在你的课程前面 再加一个英文 一个term 就是一个学期的英文课程 预备课程 所以这样加进去的话 你总共本来一般的学生 是念三学期九个月的课程 那就会变念到四学期 十二个月的课程 所以其实这并没有拖累到 你后面要延续 延后大学入学的时间 怎么算呢 九月入学念到六月 这样子是九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说我需要加英文 我就变成九月入学 念到隔年的八月 然后隔年的九月再进到大学 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 其实你并不会 因为要念英文而延后入学 应该是说 因为要念英文的关系 你要提早入学 就不能够一月份才入学 你只能够九月份就要入学 说是生的话就比较简单 说是生通常英文的要求 可能要5.5 那大学的话 基本要求要大学毕业 平均最好可以在60到65分之间 这样子的英文成绩的话会 这样子的大学成绩会比较 对于未来的申请会比较好一点 那在国外申请学校 有个很重要的 不是说我的雅思托福考多高 我就可以申请排名多高的学校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雅思托福考很高 那当地的学生 他都不用考任何的雅思跟英文 他是不是就可以 每个学生都可以进牛津跟剑桥 所以并不是说英文成绩高 你就可以申请高排名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学业成绩 也就是为什么要念先修班的关系 你念了硕士先修 把这里的成绩拉高 未来在申请的时候 其实对你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在于写论文 还有找资料 甚至是就业的履历表的准备 这些 如果你要用一年的时间 完成这个硕士的话 这个所有的预备动作 通通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不然你毕业之后 虽然你有两年的学后工作签 但你有可能因为 之前没有好好的准备 你就要花上半年以上的时间 再找工作 留学履历 找工作 然后甚至是为了 未来的生活打算 所以我们个人会建议是 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 或者是时间其实是够的 会建议在英国读书的话 要念一个硕士预科 然后再加硕士一年 未来再找工作 留下来当地工作的机会 其实会比较高一点 好的 有问题是吗 对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学生他有留言说 他有考虑在申请研究所 那想请问一下学士后文凭 刚刚提到的graduate diploma 跟先修班的差别是什么 那您会推荐哪一种方式申学 他想要申请什么科系 我这边收到的是 他应该是走商业 好 我其实因为我 我的硕士是在 在那个澳洲读的 澳洲其实 其实老实讲 只有台湾没有graduate diploma 这样子的一个学制 其他国家很多 像就连中国都有 它是有学士后文凭的一个机制 那学士后文凭 我们刚刚有说过 其实它就是一个硕士课程的设计 只差没有写到论文 英国大部分都要写论文 所以它是有论文设计 一般来说 我们的硕士premaster 它有的课程设计是 比较笼统 general 就是比较笼统的设计 好比说我未来是要走商科 那它就不会有一个 这么清楚的告诉你 你会念到corporate finance 你也不会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必修课程的说明 然后就是它的课程名称 是一个方向 大方向的准备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课程 它其实是每一个跟你未来要念硕士的课程 是一样的学分制的选择 所以这个已经是硕士预修先修 而且你在念完的时候 你是会拿到一个伦敦大学体系 下面发的graduate diploma的一个文凭 这个文凭你是可以放在linkin上面的 大家都会认 那为什么我会说我个人 如果是我个人 是因为我在国外有这样的体制过 所以我对graduate diploma是非常的信任的 那我会念这个课程 因为premaster可能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的预备课程 但是graduate diploma是在硕士中间的一个预修课程 只差没有论文 我会建议学生上graduate diploma 如果他申请的到的话 那graduate diploma拿完了以后 他再去申请硕士 本身其实大学里面会看这个 你拿到的分数来说的比重会高一点 那你高中 你大学的成绩可能就不会是最绝对的 我常常把这个课程当作是一个名校的跳板 那我今天不会言的说 其实台湾很多学生要出门 要出国读书 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名校排名为主的国家 所以大家会想要念名校 有的时候你甚至是家长 会因为小孩没有申请到名校而不让他出去 那又或者是你在台湾本身是台青交的学生 没有拿到这个全球百大 你不想要出国 那伦大体系的这个graduate diploma 你是在念硕士 你是在念硕士的一个学分 叫学生文凭 你是在念硕士的课程 你甚至会拿到他的结业证书 上面就是有伦大的logo 然后LSE的课程设计 这个课程念完 你甚至都知道你硕士的一个概括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模拟而已 它就是硕士本身就在念的是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用这个的成绩去申请 你后段想要进的 你可以进去的学校 那这个课程念完之后 你要直升LSE 它难不难 会有难度 那但是念完这个课程难不难 不难 为什么 因为我给你看 这边它有告诉你说你的pass mark是什么 你的pass mark是40分 不要跟台湾做比较 台湾的pass mark 就是过关的分数是60分 在英国过关的分数是40分 及格分是40分 意思是说 你在英国只要拿到及格分 然后你入学的时候 雅思其实就有6分了 所以你不用再考一次雅思 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文凭 但是如果你要进LSE 通常雅思不仅仅是 要6.5以上甚至是有可能到7.5左右的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难度1在这边 但是我们刚刚有没有说我们在这个整个program里面 你一定会有英文课程 你一定会有个人的助教 一定会有课程的辅导 所以你要过关不难 但如果你要把成绩拉高到可以进像是KCL 就是国王学院或者是Imperial的话 你的一般平均可能要到60分 60分差不多是台湾的70到75分的平均 对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你既然是要念 我们有提供的这种finance的课程的话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试试看graduate diploma 但如果说你要念的是 我刚刚上面 我们这边没有的 比如说你要念的是engineering 那是必你可能要走所谓的premaster 因为目前来说graduate diploma 我们这边有接受的学位就是这两种 这样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吗 有 他刚刚是说他要读的是会计 所以会计应该也可以 会计我其实他是为了想要考证照 对不对 我们假设他为了想要考证照 会计通常 如果你是要回台湾考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你如果留在英国考 他通常会是finance跟accounting 他其实有共同科目 比如说他有risk management 他有investment portfolio 然后是有testation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这边 他里面其实是有这个auditing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reporting跟corporate finance 其实这个是九大科目里面 必须上的课程 不管你未来是要考CFA 或者是你要考CPA 其实他本身都会有共同科目 那只有有些学校 他会因为你念了这个科系 可以抵掉某一些考试 科目不用考 那如果你是想要往这样子的学校走 那你就要走那些专门的学校 但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漂亮的文凭的话 那我可以说读我们的课程其实就可以了 了解 谢谢 好 那基于说台湾没有承认graduate diploma这个学制 所以你务必是一定要拿到一个硕士文凭 回到台湾以后大家才会承认 但是graduate diploma写在linking上面是轮大的 LSE设计的课程是非常漂亮的 好的 其他讲到说是我们刚刚有讲过ranking 大部分的学生其实都非常喜欢这个科系 我们的学生比例应该是说900名的学生来自于全球大概40几个国家都有的 不会是局限在说只有中国学生 但是我不会言的是因为伦敦这个地区 大家中国的学生想要去的话 本身就会比较多 那跟中国学生读书的话 你自己要保持英文的学习 其实就会好一点 不要只有一天到晚讲中文 那就进步的会比较快 那同时间高排名的学校的话 当然印度学生啦 我们的国家其实还有巴西啦 其他总共40几个location 这边的一个代表就是日本的学生 所以学生们会齐聚在这边念我们所谓的大学 或是硕士先修课程 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最优秀的城市之一 治安来说的话 我们的所在点因为是市中心 本身交通啊各方面其实都很方便 你去到学校其实用步行大概15分钟以内的时间 所以也不会到有要长途跋涉的这种问题所在 那未来如果你想要去的学校也是在 像是Queen Mary的话 也都会是在这个市中心左右的附近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上课所在的地点 我们上课所在跟 刚刚有跟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是在博贝克这个学院 那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整个伦敦的 这个城市的一个概括 里面有好几间学校 Koro还有这是LSE 伦敦政经商学院 他们最近一直在盖校舍 然后博贝克的话是我们上课的地方 那你住宿的地方的话 其实可能就会在这边啦 或者是像这个 这个其中 这就是其中一个location 那过了河再往下以后 下面就是伦敦南岸 那这个地区的话 绝对都是英国伦敦所谓的Zone 1 Zone 1 就是你那个Metrocar 刷卡的时候 你不要超过这个地方 本身它其实费用是一律的 一致的 那未来这个 有些学生他比较喜欢皇后学院 皇后玛丽学院 他可能就要 这个路途大概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 那就是未来看你要在哪里 但总之你在上新修班的时候 location会在这边 那因为我们的学生开始 比较多 900多名的学生 我们现在甚至是在学校附近 有一个合作的机构 它叫Bloomberg 彭博 彭博的这个 这个center 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另外的校区 所以有部分的学生 可能商学院的学生 会在这个地方上课 但总之来说 我们都是在市中心 你看大英博物馆 或者是大英图书馆 这些地方都会在这里 location绝对是最棒的 好 那我这边介绍 差不多就到这里 有没有同学 对于伦敦的学志 或者是升学上面的一些 我们提供的服务 有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拿来讨论 Kellie同学吗 对 我们这边不是直入 不是直接入学的申请 因为直接入学的申请的话 是高中 你是要念高中还是要硕士 你是要念大学还是要念硕士 研究所 研究所的话 我们是先上premaster 然后premaster上完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你要申请的学校是不是有进去 这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有讲这个三个时段 可能在十月中 一月左右的时候 甚至是再晚一点 你就要把CV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自转 然后推荐函 这些资料准备好 那我们是用premaster的成绩 加上你大学的成绩 一起送出去申请 这个申请的服务 会是我们center 一个合格的申请 合作学校 我们就会帮学生做申请 那推荐函也会由我们的center来提出 就是我们的学校来提出 对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申请 直接入学的话 那通常是不会念premaster 可是 或者是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同时间申请 假设不信 那你至少还有一个保底的offer存在 我们刚刚是有说 我们会有保底嘛 对不对 保底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喜欢商科 那商科来说的话 比如说皇后玛丽学院好了 queamary queamary 或者是伦大 伦敦city 城市大学 它的商科也很强 那我们就会这样分 比如说queamary当成保底之一 然后或者是queamary 跟royalholloway 当成保底 然后前面三个 你第一个可以当 第一个可能是LSE 或者是第二个 你可以选 Kings College KCL 然后中间一个 你再选 你还想要哪一间 爱丁堡 理智好了 理智 我们会这样分 你一般来说 queamary一定会进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2020年度 光是queamary 我们就拿到120个offer 这个是 不是说你可以保证进去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 还有课程的设计课程 过程本来就是要辅导学生 能够顺利的申请到好的学校 所以queamary 它算是 真的算是一个比较保底的学校 那你要在网上申请的话 像是华威 Lead Exeter Kings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榜上常见的一些option 倒不会说没有学校可以读 我觉得没有学校读的危险性是在于 我今天进了很高排名学校的premaster 他们标榜说我要一对一入学 那我想说我是一对一入学 所以我就在这个center里头 比如说讲Kings好了 他可能有自己的premaster 或Sheffield 那我这边读完以后 结果升不上去 因为他可能也有刷比 有多少比例需要刷掉的一个可能性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顺利升学 可是他的课程并不是专门设计要帮学生做不同学校的申请 所以他可能没有保底 而且center不会帮助你做申请 你要自己做申请 那就会变成我进了高的 可是我不上不下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一个东西是保证的 但是如果进到我们的center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保底是quimary 主要是因为我们课程设计有助教 有个人助教 然后你一定会有科业辅导 英文辅导 你虽然要再考一次亚师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 你会一直有目标持续的进阶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在伦敦校区读书 是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繁华的地方 那在这边体验过后 你未来 从这边拿到一个保底的 跟四间你可能比较 中等的学校和高阶的学校 这样其实我个人是看 是比较保险 我们学校虽然没有 直接给奖学金 可是我们会有给找鸟的机制 就是找鸟优惠的机制 通常会在五月中之前 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提出申请 当一个保底的阶段 那在五月中之前你付定金 我们会给学生 1500的找鸟优惠 所以可能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1500不少补 也可以是当成一个 就是省一点点开销的一个费用 那如果后段 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学生在 观看这个影片录影的学生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再跟我们的Dio这边做联系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Pamela的分享 然后如果大家以后有问题的话 都欢迎跟我们联系